他们演那个人的琢瓦 这不挺大的吗 挺大的也不会够 不够不够不够 差一点 大家好 非常欢迎大家来收看路克卡纳达这一期专题节目 我们现在呢就在西温的安布赛的公园 我身后呢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帆船的基地 那么后边呢就是安布赛的公园 这里呢是安布赛的公园的一个非常长的一个站桥 大概伸到海里面有40米左右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认识一位大哥 他叫鹰大哥 他是从国内来的 在这个站桥上 他钓螃蟹钓了十几年了 而且他的笼子都是由他自己来做的 甚至卡尺啊什么的 都是他通过国内的一些师傅来做那个机床 把这个卡尺给做出来这个尺寸 那么每一个尺寸都是符合加拿大鱼正的这个规定 只有符合这个规定的螃蟹钓到了 才可以拿回去 而且一天只能拿走四只 好的 我看了 我看到你那么重的 自己然后等着 太短了 我看到蚜营 riding 然后我们看到蚜营 kau 我看到蚜营子 所以你会听不通 再谈好 没有 也可怜 我看到蚜营子 либо 你会帮我 她说 我越来 会 加上 我 我 我们今天带了很多小朋友来到这个阿美赛的公园这个站桥上 我们今天呢要进行一个钓螃蟹的一个小比赛 看看谁能钓到第一只符合加拿大政府规定的尺寸的螃蟹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鸭脖子在钓这个螃蟹的时候一定要用鸭脖子或者是火鸡脖子 如果要是用鸡脖子的话下面的海报就会给它吃掉 英大哥是阿姆赛的这个公园钓螃蟹的高手 所有的螺子都是它在国内家中做的 而且这个大小啊都是有奖格感 这个是要放在外面 然后里边再放 里面是放鱿鱼之类的 但是没有鱿鱼就不放了 那这两个 那个是鱿鱼 这个是石 您在这边玩螃蟹玩了多少年了 十几年了 十几年了 这个位置除了螃蟹以外还有什么可以玩 一些鱼 小鱼 有大鱼吗 很少 这会出几种螃蟹 两种 您介绍介绍哪两种 还有是红螃蟹 珍宝蟹和红螃蟹两种 珍宝蟹和红螃蟹两种 对 那是不是珍宝蟹更多一点 对 红螃蟹也不少 但是珍宝蟹更多 哦 嗯 这海豹多吗 海豹比较多的 如果要放家伙子 是不是海豹就不吃了 海豹不吃 海豹就是鱼和鸡肉 哦鸡肉 那火鸡它也不吃是吧 火鸡不吃 我吃的 哦 我们房东 那个吃我们都要 我们吃 不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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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呀 那个 三文鱼桌 干嘛用的呀 叫黄鱼用的 好了三个笼子 来 因为他们钓得好 他们钓得好 他们钓得好 我还想吃呢 靠进去两个手指 我们两个手指 再钻起来 离锡那个线远一点 好 看着啊 哇 这这这扔了得要三十米远 这个三十米多 三十八米的线 哦 那边已经做好了 就这个给谁的 这个来 写个名字 往上面写 这种照表在哪儿 啊 说了我那个可以了吧 这不是越销越大了 轮起来 哈哈哈哈 可能是你 还牛在这里 还是有 我喝一口 这儿多了这一口 没有大的 哎 有一只吧 要啊 这个是 英大哥这一笼子 弄这么多房间 但是合格的没有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合格的大的 都弄回去 这都得放过 这都是什么蟹 就是温哥华蟹 温哥华蟹 就是您刚才说的什么元宝蟹 正宝蟹 都倒过去 太可惜了 站桥上可以钓两种蟹 刚才我们看到第一种蟹叫温哥华蟹 也叫元宝蟹 那么这是第二种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红蟹 红蟹的尺寸呢 要小一些 115毫米就可以了 那么在 这个位置 它壳最宽的位置 量 它已经超过115了 那么这个红蟹 实际上要比温哥华蟹 元宝蟹 它好吃 但是呢 它也要求数量 好像红蟹一天只能钓两只 是吗 大哥 四只 红蟹可以钓四只 温哥华蟹 一共四只吧 一共四只 一共四只 那就是说 无论是红蟹还是温哥华蟹 你一天只能拿走四只 这是今天第一只合格的红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上面写着 165毫米和115毫米 两个尺寸 温哥华蟹的尺寸 它的背壳一定不能小于165毫米 而珍宝蟹呢 它不能小于115毫米 这两个缺口就是螃蟹的壳的大小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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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来了 来了 有大的好大 快快快 有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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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有 特别大 太鲜了 没有 没有特别大 没有 这个大 这是够大的公盘蟹 来 等一下一下指针来 这是今天钓到的第一只尺寸合格的温哥华蟹 哦 超了一点点 对啊 碰上就行 这就是1毫米2毫米 对 对 温哥华蟹要求的尺寸是165毫米 165毫米对的 这么大的鲜够160毫米 超了 那它是现在多少斤 大概一磅半吧 一磅半 一磅是一斤左右 九两 一磅半的话就是一斤三两左右 以及四两 哦 这么大的房线才合格 对 这是其中的一种鲜 对 您说的红蟹我们今天还没钓到 现在还没有 一会儿 一会儿够有 要跑快拿 现在是猴格了 不知道这猴别猴格 得凉一下可能 再凉一下 再凉 再凉 到处够了 大石够了不 那够了 看够了 看哪够了 来来来来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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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磅 一磅一磅大 一磅一磅大 一磅大 太多了 一磅大 好 好 有吃吧 一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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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度扔 我可扔没了 好 哎呦我看我踩蟹了 嗯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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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螃蟹 我又是没掉到的 我又是这辈子 太厉害了 长长一点呢 好好量一下 好好量一下 还差一厘米 跟我那个大小差不多 你还让那大的帮你扔 它扔的那个圆 对 我真的好想把它回家给煮掉 这个多大呀 这么大的了 还要再看看不 再怀念一下吧 我想玩一下 我想玩一下 别玩了 现在都是差一厘米 让它好好再长一长 完了吧 这么大的朋友 这次你就彻底彻底的等办了 那下没发起 让了 行 行 不然 不行 够不呛 那个看起来 别想 够不呛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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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的鱼证严格的规定 所以我们在今天玩的三个多小时的过程中 能够钓到这么多的螃蟹 加拿大鱼证规定的螃蟹的尺寸 如果小于这个尺寸一定要放回去 那么放回去的小螃蟹经过慢慢的长大 你才能钓上来 而且每天只能规定拿走四只 在这么严格的规定下 我们才能享受到钓螃蟹 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多的快乐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遵守加拿大鱼证的规定 我们一块来享受钓螃蟹的乐趣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